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信心2022中国经济基本盘系列策划 敬请关注 中国能源的密钥在哪里 让高质量发展的能源实现可能三角 对话聚焦2022 从能源看懂中国经济 当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所有的能源都可以规制于核具变 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 有点出文 会造成一种意识上的混乱 仅仅用这六个字来描述是不正确的 这句话反映了什么样的心态 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不只是举足轻重 要担当大人 迫切性 压倒了 可行性 寄予厚望的 会是这个大家族当中的谁 要让它长大 而且长得健康 我们还需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不平衡是绝对的了 平衡是相对的了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 其实是一个弊大于利的事情 如何来表现的事情 赖利 比热情和激情更重要 你可不能瞎说 说这话要负责的 哪一个对你来说难度会更大 最费思索 最费口舍 未来存在着什么样的一种关联性 他们能做到的 我们应该会比他们差 我们用什么去突破难题 永远的饭碗 牢牢钻在自己手里 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吗 要服从国家的需要 欢迎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独家冠名播出 由高端酱酒新选择 贵州摘药酒特别呈现 百万年前 人类文明和自然能源 演绎了一场因火而生的邂逅 时至今日 能源和人类的发展 休气与共 它已经深度融入到了 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 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去年 伴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 越来越多的人 更多的关注起了 能源这个重要的领域 那么在今天的 时代发展背景之下 当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 这位答疑解惑的嘉宾 是我们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国家能源咨询 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 杜翔婉院士 欢迎杜院士 做客我们的对话 大家好 提到杜院士 其实跟您相伴的 一个著名的称号 叫跨界院士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跨 从当年您看研究清淡 到功特世界领先的 强激光技术 再到现在 关注中国的能源转型 其实杜院士 我特别想知道 这样的跨界 是不是给您提供了一种 不一样的跨界的视角 去关注中国的能源发展 核也好 激光也好 到现在这个能源当然很广 但是万变不利其中 所有的能源都可以归制于核能 现在的煤油气是昨天的太阳能 今天的太阳能又是什么呢 也是从太阳上的核聚变来的 所以它古代的太阳能 今天的太阳能都来自于太阳 根上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核聚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您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跨界 您还是在坚守了自己的本专业 没错 你这个理解很到位 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都在关注能源问题 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让大家开始这么高度的关注能源 能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如何保障能源的安全 不光是供给的安全 而且是环境的安全 气候的安全 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 在能源领域其实会有很多的事情 或者说很多的突发事件 在挑动着人们的敏感的神经 这些天伴随着俄乌的冲突 大家看到国际油价迎来了一个大涨 多元氏的看法是 我有两点感触 第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这一件事可以说更加清楚 第二件事就是把能源的饭碗 牢牢断在自己的手里 一个是要把自己的化石能源用好 第二要好好地推动能源转型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能风能是本国可以掌控的资源 你不管哪打仗 油气供应怎么样 它不受低延政治的影响 自己本国可以掌控 它就更安全 更可靠 这样才有现在的和长远的能源安全 刚才像您所说 能源是我们一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2022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能源 您觉得您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 能源也要稳中求进 先利后迫 怎么理解它 安全降碳 所谓传统能源的减退 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 替代的基础上 中国当前进反阶段应该说 还是在处于小康中国 向富裕中国的转变过程中间 现阶段稳经济 我们讲经济稳中求进 其实就是要稳工业 工业一定要稳 那么中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是38% 前几年更高 这个比重在全球算是比较高的 同时来讲 我们是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 我们出口的大就是产品 绝大不是工业品 我们不是出口能源 也不是出口农产品 对吧 也不是出口服务 我们出口的是工业品 中国经济在今天全球经济地位 是靠制造业振来的 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 所以你稳经济 工业这一部分不能缺 就是说经济增长 就需要能源消费 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要考虑 我们在减碳 在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现阶段来讲 那么减碳的这种紧迫性 实际上要充分考虑一下 在现实上落地的 它的可行性 对于传统工业本身 它合理的能源需求 它的增长 我们要保证 刚性去化 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 它的增长的过程 这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要考虑的 过去这一年 大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 和专注度 在关注我们的能源 所以现在我们屏幕上出现的 这些关键词 也屡屡地出现在 媒体的报道当中 和人们谈话的内容里 如果说请杜院士 从这当中来选一个 您印象最深的 我不知道您会选哪一个 坦达峰 坦中和 显然是这样 它也正在我们这个 词云的C位上 最核心 去年大家广泛的议论 理解 坦达峰 坦中和 对 你看您的底下 马上就写了一个 新型电力系统 我觉得这个写法 就非常有道理 对 因为马上就提出来 我们进一步 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您看到的是 坦达峰 坦中和 下面的这个关键词 我看到的是 上面的一个关键词 叫运动式减碳 说起来 坦达峰和坦中和 它是一个要 循序渐进的目标 那运动式减碳 让我们想到的是一场冲刺 所以当这两者 同时出现在 不同人的视野里 的时候 您觉得会造成 一种意识上的混乱 运动式减碳 很多媒体都在说 你提出这个问题来 很现实 但是呢 我想还是要 让数据说话 2021年的数据表明 煤炭的消耗 增加了1.23亿吨标准煤 再加上石油啊 天然气 那么去年一年 二氧化碳 增加多少呢 3.5亿吨 2013年以来 每年的增加 不超过1.6亿吨 所以去年是增碳 不是减碳 所以您并不认同 我们在词音当中看到的 这个关键词 运动式减碳 没错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数据 那运动式这几个字 体现出了我们 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这就是中央 为什么要提这个 稳中求进呢 不稳 这个运动式减碳也好 增碳也好 这增碳是什么含义呢 主要是靠一些 高耗能产业 这个冲动式的发展 来带动我这个地方的GDP 还是这个老观念 中央一再提 对高耗能产业 对双高产业要逆致 但是我们有些地方呢 还要靠这个来 所谓异后复苏 靠这个 所以我觉得要 认真地看待这些数据 要认识到我们去年一年 议论碳达峰碳中和 认识碳达峰碳中和 这是很必要的 但是也要认识到 我们去年一年 实际上从总体来说 没有减碳 而是增碳 但是现在我们在 走向碳达峰的过程当中 每年增加一点碳排放 还是正常 因为我们的能源 包括化石能源 还在增加 但是像去年增加这么多 应该说还是有点运动式 有点冲高峰的味道 有没有出乎您的预料 有点出乎 我预料之外 我们很多人认为 减碳 一个流行的关系说 我们要加快减碳 为未来的碳中和 能够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但其实你要仔细去分析 你会发现 减碳从它的规律来讲 应该是先慢或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减碳过程中 首先从一个系统 转到另外一个系统 初级阶段 本身就面临各种各样的 复杂的问题 不管规律认识不到位 出现的问题处理 可能在应的过程中 可能也有一些过激压 或者就不是很恰当 等等在这些问题中 复杂性会导致 我们如果要加快减碳 本身带来的成本会更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用合适的方式 去减少它的碳排放 比如说 欧洲国家现在的一些经验 对吧 把它纳入到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上去减碳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去减碳 而不是用去限制 它的能源消耗 给它一个刚性的压制 这种方式去减碳 第三个 我想强调的是 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 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减碳 如何处理减碳 和高耗能工业本身 它的竞争力的关系问题 因为高耗能工业本身 它不是原坠 就是高耗能产品 很多产品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基础产品 我们人生的生活都离不开 对吧 那我们未来转型的目标 是想让它从高碳的 高耗能工业 转向低碳的高耗工业 而不是说要把它的规模 足迟认识缩缩小 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在现阶段 我们要很好的处理 这个转型过程中 这样一个矛盾 现在进入到2022年之后 咱们在这个领域 要真正做到稳中求进 我觉得我们不妨 先请您带着大家 来盘点一下 咱们能源的家底 好不好 可能了解了家底 我们更能够知道 如何去真正的稳住 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 禀赋这两个字 一说 很多就是 富美却有少气 如果就化石能源而言 这六个字没有错 但是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 仅仅用这六个字来描述 是不正确的 因为除了化石能源 资源禀赋之外 中国还有丰富的 非化石能源资源禀赋 比如太阳能 风能 我们的现代的工业技术水平 已经能够比较好的来 掌握太阳能 风能 水能等等 这样一些 所以应该对中国的能源资源 禀赋要重新认识 这个点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们要绿色低碳转型 没有资源向何去转型 所以资源是转型的前提 那这样的一个丰厚的资源 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占比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话 您会如何来介绍 比如太阳能风能的资源 现在中国已经开发的 占到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 不到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可再生能源资源 我们还可以有很大的潜力 去开发它 去增加它 但是在这个同时 这是一个逐步的转变的过程 我们现在还是化石能源为主 特别是中国的化石能源 是以煤为主 国际上是油气为主 这点是有差别的 他们油气的比重高 我们现在煤炭 还占了一次能源消耗量的56% 非化石能源占到15.9% 这个在逐渐增加煤炭和石油 这个占比在逐步的减少 但是目前来说 14.5期间对煤炭的提法是严控 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要有所增加 只不过我们要控制的严一点 到15.5期间 开始有一点存量替代 但是我估计这个替代也不会很大 但是在2030年以后 才开始有一些 用新能源通过这十几年的发展 它有多大能力 比较安全可靠的来替代了 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步的 稳步的 可以减少传统能源 其实以往人们在看煤炭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理 比如说之前的拉闸限电 很多人可能把这个黑锅 就扣在了煤炭的身上 说是因为煤炭少了 所以咱们必须得拉闸限电了 所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不能让煤炭背这个锅 还是让数据说话 去年一年电力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了10.3% 可以说多少年来 没有这么高的增加 不缺电 但是还是拉闸限电 中国的煤在增加 刚才咱们说了 对 不缺煤 煤在增加 电在增加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拉闸限电 两个原因 第一呢 有些地方对能源的需求 对电力的需求 比这个还高 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理的 比如说双高 有些地方 用冲动式的发展双高产业 增加GDP 这个一定要逆制住 第二个原因 煤电没电 我说煤和电是一家 但是我们在有一段时间呢 没有管好 煤价格糊糊上去 而电呢 管住了 那么结果这些发电厂呢 越发电越亏损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有些发电的煤电厂 就不敢多发了 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这就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 是个体制极致问题 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拉闸限电 不是因为我们国家缺电 也不是因为国家缺煤 那以煤炭为重要组成的化石能源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当中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煤炭是工程 减煤是进步 当年你知道吗 煤炭是环保的工程 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有了煤炭值钱 人们的能源靠什么呢 森林 树木 木柴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城市呢 因为人们要在这个森林边上去生活 它只能是分散的 有了煤炭 人们能够集中的利用煤炭了 才停止了对于森林的砍伐 是 所以保护环境的工程 第一是煤炭 而且它真的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是吧 对 这后来 经过200多年的工业革命时代 大家也提供劳动生产力同时 它又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 比如那些排放里面 确有一些问题 也包括我后来认识到还有个气候变化 也跟它有关系 二氧化碳 这样才对这个环境有了新的认识 是 所以煤炭呢 它有很大功劳 但是呢 我们要逐步的减煤 我们现在要 为什么提了一个清洁高效利用煤炭呢 是 我们要让它清洁高效的利用 但是目前要用好它 到新能源足够的成长了 在逐步的稳步的替代了 刚才杜燕士也提到 我们还是产生了初级阶段 所以呢 化石能源是主体 对吧 但是你要意识到 中国的化石能源主体 和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 欧洲去煤 对它的经济增长影响是非常小的 它的主体能源是油气 而中国在压减煤炭产能的时候 你还充分考虑 这是你的主粮 对吧 你如果你压主粮和压那个边缴料 那产生的经济效果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的确对中国而言 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我们今天依然要立足 以煤炭为主的基本国情 那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 也特别强调我们要做到煤炭的有序减量替代 所以在您看来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节奏 来完成我们的经济战略的要求 现在我们首先要用好煤 也就是说清洁高效利用煤炭 同时安全降碳 我们还是要降碳 但是要在能源安全的前提下 安全摆在了更前面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要做好新能源的发展 让它长大 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呢 像太阳能复能这样一类的 非水可再生能源 在整个中国的一次能源当中 贡献可以说不到1% 所以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四个字 就叫做微不足道 但是我们研究了以后呢 提出来另外四个字 它一定会变成举足轻重 那么现在我们按照现在的数据呢 太阳能装机和风电的装机 都分别超过了3亿千瓦 这个还在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在逐渐的走向举足轻重 但是我又说了 这还不够 将来还有另外四个字 你担当大任 就不只是举足轻重了 你还要担当大任了 就对他们的期待值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了 刚才您已经列举了 非化石能源大家庭当中的一些成员 而且提到了担当重任 如果要在这些成员当中 选择一个最能够和最应该担当重任的 院士您会选择哪一个 这几个都不能少 水电呢已经是多年做出贡献了 现在我们将近4亿千瓦的贡献了 在非水可栽生能源成长之前 主要是水电呢 这是老大哥 但是以后的风和光可能量最大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生物质能的重要性 因为生物质能它能产生不光是发电 它可以液态形式 它可以气态形式 比如找气 对 它在节能环保上是可以发挥大作用的 它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会有各种特点 但是核能呢 现在的贡献的比例还比较小 我觉得从中国未来的能源结构里面 核能的贡献要比现在要大一点 比如要大于10% 之前您好像有一个观点 说到中国目前的核能建设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因为种种的原因 大家对于这个核能呢 有这样的担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今天的核能 大家如果深入去了解一下 它的安全性不可同日而语 它可以说做得相当不错 将来呢 给这个光电和风电的结合 配合好 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机核 可以这样说 在您看来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担当起主力队员的这种作用 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风光水电所有的生物质能 在一次能源增加的比例 15.9%到了2025年 这个比例应该能到20%左右 国家也明确了2030年25% 到了2060年 它可能要担当大头了 可能要超过50% 要成为第一位的 就整个加起来的话 非化石能源应该是第一位的 非化石能源其实在今天 是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 在发展和前行的 因为对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来说 它们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主任 刚才您为大家介绍了 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 它们在我们经济稳中求进过程当中 应该发挥着作用 那现在当我们面对 非化石能源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您觉得它们应该如何来表现自己 虽然我们现在的 这个新能源的比重还很低 但是能源转型 像卡特能源发展本身 其实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 新的活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比如说我们的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特别是它的动力电子 这个产业链本身 用了应该说也就十来年的时间 我们的电动汽车这个领域 从技术从产业上市场 已经走到了国际的前列 应该是领先地位 这个是传统汽车工业 应该几十年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那么现在像动力电池的 它的主要的原材料 那么我们在全球的份额 基本上都60%以上 那么光伏发电产业链也是一样的 它基本上达到70%到90% 都是中国的 这本身来讲 如果随着能源转型的未来的推进 未来新能源的发展 会带动更多的制造业 更多的新能源的制造业 低碳产业的发展 这个是中国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 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和组成部分 这个我认为是新能源 为中国经济发展 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应对三重压力 牵动增长的动力支援 蕴藏何处 面对百年变局 中国经济的稳定之力 来自何方 工业强积 人才强国 创新驱动 能源结构 聚焦经济核心关键词 盘点中国经济基本盘 对话带你读懂中国经济的稳力量 信心2022 中国经济基本盘系列策划 敬请关注 2022 中国能源关键词将是什么 先离后破 安全讲弹 减碳背后 中国煤何去何从 煤炭是工程 减煤是进步 亮出家底 谁是能源家族最大希望 不只是举足轻重 要担当大任 东树西算 能源如何激活区域经济 身边来和远方来 相结合 面向未来 中国能源的密钥在哪里 让高质量发展的能源 实现可能三角 对话 聚焦2022 从能源看懂中国经济 当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所有的能源 都可以规制于何区别 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 有点出闻 会造成一种意识上的混乱 仅仅用这六个字来描述 是不正确的 这句话反映了什么样的心态 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理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不只是举足轻重 要担当大任 迫切性 压倒了 可行性 寄予厚望 会是这个大家族当中的谁 要让他长大 而且长得健康 我们还需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不平衡是绝对的了 平衡是相对的了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 其实是一个必大于利的事情 如何来表现自己 赖利比热情和激情更重要 你可不能瞎说 是吧 而且说的话要负责的 哪一个对你来说 难度会更大 最费思索 最费口舍 未来存在着什么样的一种关联性 他们能做到的 我们应该会比他们差 我们用什么去突破难 淫然的饭碗 牢牢断在自己手里 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吗 要付出国家的需要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装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 独家冠名播出 要真正做到稳中求进 至少我们还需要面临 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能源的分布不均衡 大家看到在中国的中东部 这是中国经济的主战场 也是能源负荷比较大的区域 但是我们无论是化石能源也好 或者是非化石能源也好 他们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北地区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西部和东部不平衡 不平衡不充分 这是我们国家发展一个特点 中东部是中国能源主要的负荷区 我们如何来解决 中东部的能源的需求呢 我跟江苏浙江一些领导同志聊过 他们觉得我们这没能源 我只有靠北维南运化 这个西点东松 只有靠外来 而且过去一直都这样 我身边没有 所谓身边没有呢 就是他脑子里面的能源 就是没有气 就没有看到自己身边 有丰富的可栽生能源资源 我曾经提过一个身边来和远方来 想结合 这样一个思想 最近有一些专家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中东部的能源 大概自己分布式的可栽生能源资源 大概可以满足40%多 那么第二呢 靠着沿海我们有很多核电 现在核电还要继续发展 第三呢是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可以做一定的贡献 这三个加起来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满足了 实在不够的地方 西南的水电和西北的过风和光 再给它一部分远方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构 我还是很清楚 包括我在河南 给他们河南的专家们 做过一个河南能源革命 过去河南只靠煤啊 河南也是一个小中国的一个特点 但是大家调研下来 将来河南的电力 大概百分之三十靠光 百分之三十靠风 然后再保留百分之二十的这个煤电 我们还剩下的从西南东送啊 能解决百分之二十多的问题 就可以了 所以身边来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常见的事 那伴随着身边来越来越多 原来我们说到的远方来 它还会存在吗 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中东部了 咱们也要注意这个西部很重要 西部也要发展 它不光是贡献 不光是它一部分给中国东部送能源 送电力 我们西部要发展经济 而且要用好西部的电力 西部不光是有丰富的化石能源 它也有丰富的太阳能 风能水能这样一些资源 那么西部的经济 我觉得刚才朱主任也说到 我们有一些高耗能产业 有一些是饱和了 不能再增长那么多量了 不能靠谈大病增长 但是呢 有一些高耗能产业 国家也还是需要的 比如说数据 现在讲大数据中心 现在提出来了 东树西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东部这些数据中心 弄到西部去 你去那算 那是产生大数据 把这些高耗能产业 在西部去发展 这样西部的经济也发展了 把西部的风能 太阳能的就地用了 比如说爽爽的贵阳 现在成为了我们大数据计算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所以这个西部要发展经济同时 用好自己的 这个非化石能源的资源 青海啊新疆 这些地方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定要把西部的这个能源用好 一部分供给东部 一部分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我觉得这个西部这个贡献呢 咱们要给予高度重视 那这样的一种思路 会让我们东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 呈现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场景 我觉得要发展这个不平衡啊 至少要有所缓解 因为这个不平衡是绝对的了 平衡是相对的了 那个西部和东部有差异 但是我们要让西部 有足够的经济发展 和它的能源的利用 跟东部呢 又有这样一个互补的关系 其实东部的发展呢 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也要感谢西部的贡献 所以刚才我们聊的 无论是区域之间的协调互补 或者是我们传统和现代 不同的能源方式的协调互补 会对未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带来什么影响 我认为像可再生能源转型本身 它提供了一个 我们未来这个区域经济发展 走向相对平衡的 一个新的可能 或者一个新的路径 那么这个可能和路径 是怎么来产生的呢 那我们知道 它是从可再生能源本身 它的分布式 就从分布式电源到分布式能源系统 最后走向分布式经济 这样一个路径去实现 刚才杜先生也提到 不平衡是绝对的 平衡是相对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你就会发现 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不平衡 其实本身是经济规律 我们就讲规模经济的 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一个地方 由于各种因素发展起来之后 它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规模经济 各种规模经济 我们讲这个经济发展 各种要素规模经济的叠加 会使它的强者很强 形成一个正反馈 这样的话 西部也好 其他地方 中部也好 身材要数多 这个地方集中 形成这样一个查局 那么这个过程中 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本身 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强化的作用 为什么 能源的高 有规模经济 所以它可以远距离输送 可以规模化利用 所以叠加了这个优势者的优势 那当能源模式从化石能源发展 可在成年分布式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 积聚效应的一个反向作用 就是说分布式的可在成年 发展模式 走向分布式的经济 它对区域经济会产生 一个连锁效应 除了产业 高红能产业的吸入之外 包括刚才讲的 数据中心等等这一万 另外 比如说低碳的交通的发展 本地化 还有低碳建筑 零碳建筑 接下来它会吸引很多外流的人 它会回流 因为你由了经济 有了产业 有了人口 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西部经济获得了更多的支点 在化石能源时代 它没有那么多支点 因为化石能源是加剧 就是正反馈效应的 当西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包括共同富裕 包括双循环中间的内循环 那西部在中间 再有的份量 这个越来越高之后 它会使得内循环 获得更强的一个支点 不会把内循环 简单地变成 东部之间的循环 和东中部之间的循环 是这样一个 所以我认为 这个推进能源转型本身 如果成为更高的层面来看的话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这种压力 牵动增长的动力支援 蕴藏何处 面对百年变局 中国经济的稳定之力 来自何方 工业强击 人才强国 创新驱动 能源结构 聚焦经济核心关键词 盘点中国经济基本盘 对话 带你读懂中国经济的稳力量 信心2022 中国经济基本盘系列策划 敬请关注 2022 中国能源关键词将是什么 先离后破 安全简单 减碳背后 中国煤何去何从 煤炭是工程 减煤是进步 亮出家底 谁是能源家族最大希望 不只是举足轻重 要担当大任 东树西算 能源如何激活区域经济 身边来和远方来相结合 面向未来 中国能源的密钥在哪里 让高质量发展的能源 实现可能三角 对话 聚焦2022 从能源看懂中国经济 当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所有的能源 都可以规制于何区别 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 有点出文 会造成一种意识上的混乱 仅仅用这六个字来描述 是不正确的 这句话反映了什么样的心态 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不只是举足轻重 要担当大任 迫切性 压倒拉 可行性 寄予厚望的 会是这个大家族当中的谁 要让他长大 而且长得健康 我们还需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不平衡是绝对的了 平衡是相对的了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 其实是一个弊大于利的事情 如何来表现自己 赖利 比热情和激情更重要 你可不能瞎说 而且说的话要负责的 哪一个对你来说难度会更大 最费思索 最费口舍 未来存在着什么样的一种关联性 他们能做到的 我们应该会比他们差 我们用什么去突破难题 永远的饭碗 牢牢断在自己手里 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吗 要服从国家的需要 杜院士 和之前您所在的专业相比 进入到关注能源这个领域 您是带着激情而来呢 还是带着理想而来呢 其实呢 我从进到这个能源呢 也并不是我自己有多少想法 我这个转换阵地啊 都是因为国家要你做这个 要你做那个 那只要服从国家的需要 对您自己来说啊 您觉得当年自己 废寝忘食地搞科研 还是现在哪一个对您来说 难度会更大一点 中国的能源 我经常说 是世界各国能源当中 最费思索 最费口舍的 所以这个中国能源 它的复杂量又大 是吧 所以如何处理好 这些众多的关系 你不是现在碳打风 碳中和 我说这些各种能源品种 都可以为双碳目标做出贡献 贡献的角度不一样 是吧 这样各个地方有所允许 而且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之前大家关注您的时候呢 其实也关注到您提出的 无废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念 您觉得 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推广过程当中 对于中国的能源转型来说 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你去底下看一看 就发现中国有很多浪费 另外呢 中国的环境问题 和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 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其中之一就是很多所谓的废弃物 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而这个里头要不用 第一是浪费 经济上的浪费 第二是环境的污染 第三 社会管理 造成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 把废物变成资源 这件事是一个国家 走向现代化 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那我们也调研了 先进国家 发达国家的情况 包括我们国家的台湾 他们向日本学习以后 这个固体废弃物如何利用 去了几次台湾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条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们的垃圾跟大陆是一样的 他们能做到的 我们应当不比他们差 我就给福建的同志们说 我们只有在这方面 做的不比他们差 你才有吸引力 所以我就从实践当中 感觉到这个废弃物的 资源化利用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我说既是民间问题 又是环境问题 又是社会问题 推动社会进步的 可以说是一个抓手 意义重大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无非城市试点 然后逐步的走向 要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了 推现个无非社会 您个人在2022年 有没有特别想推动 实现的小目标 我想特别提一下 最近中央提到这个 乡村振兴 我觉得乡村能源革命 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所以我就希望2022年 从这一年开始 大家更加重视 农村能源革命 作为乡村振兴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希望这方面有所推动 如果站在未来 回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 中国能源转型的 这个重大的问题 您希望给这个时刻的 中国能源的发展 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 能源有一个不可能三角 就是如果一个能源体系 你要又要安全可靠 又要经济可行 又要绿色低碳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要通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 去让高质量发展的能源 实现可能三角 我就留着一句话 好 谢谢杜院士 今天做客我们的对话现场 带来了他对于中国能源的思考 也给我们提供了 能源这样的一个视角 去关注和读懂中国经济 这里是对话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下周同一时间